Hello 大家好 我回来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另外一本 对我人生有开篇意义的一本书 就是七个高冷人士的习惯 那这本书我觉得就适用于所有的那些 想要提升自我 想要对人生有新的规划 想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人生 想想到底要如何去规划自己人生的那些朋友 这本书就真的适合推荐给你们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是五十年前写的这本书 然后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市长上面 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很多这种成功学 然后如何快速地提升自己这些书 但是作者就说到很多这些书 他只是治标不治本 他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而只是找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解决方法 作者就相信说 如果你想真正地改变你的人生 其实你想要改变的是你的根本 那决定我们人如何去反应 或者做出一些事情决定的 其实是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决定 我们肯定是需要去改变这些价值观 和我们既定的一些想法 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改变我们自己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是采访了很多成功的人士 成功的团队和成功的公司或者组织 帮我们总结了这七个有限人士 都有的习惯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非常的主动 就是肯定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在他们的掌握当中 但是这个作者就说了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是能够把控你的人生的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可能有一个人就会说 哦 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了 或者说哦 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我也做不了什么改变 不 你可以做改变的 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主宰 如果你想要去改变 你是可以改变的 那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永远想着你对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计划 然后想着你最后的终点到底是哪里 作者打了一个比方 其实当时对我的心灵触动还蛮大的 他说的就是 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你自己的葬礼 然后你看到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亲戚 然后他们需要致辞 那这个时候你想要他们嘴中是如何来描述你这个人 你的人生 那你想要把你的生活活成什么样 就是在那一刻你想要留给人们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有这个的话 那就第三个点就是能够把重要的事情放到第一位 就是可以为所有的事情排出优先自诩 那那些跟你的最终的那个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在一条线上可以帮你去慢慢慢慢达成你最终那个目标的 就是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如果一个事情他对你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 那就不要在上面浪费你的时间 第四点就是要考虑的是一个双赢的状态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或者说我们的教育经常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那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危机意识 感觉我们一定要去竞争 但是其实作者就说了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还没有被探索的 想一些新的办法 然后不要总觉得有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第五点就是首先要了解对方 然后才被对方了解 这个主要说的是 我觉得比较适用于那种商业谈判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但是作者就说了 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想象到底他们想要什么 有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才能共同的协调 想出一些新的有创意的方法 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对夫妇 妻子她想要去云南旅行 然后丈夫想要去海南旅行 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办法 协生的一个问题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冲突的 但是如果这个丈夫她能够理解 更深入的理解一下 这个妻子为什么想要去云南 然后她就发现这个妻子想去云南 是因为她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想去爬山 那那个丈夫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她可以去看一下 海南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爬山的 就是让这个丈夫的愿望达到的事情 这个妻子的愿望也可以达到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呢 也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你要学会照顾你自己 不要永远想着往前冲 你有的时候要慢下来脚步 那当然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那可能你就需要去运动 瑜伽啊 或者一些小那些跑步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精神 和心理上面的旅游一下啊 或者去看一下大海 那些或者看书 听音乐看电影 这些能够让你放松下来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永远只想着去达成某一件事情 然后让自己非常勤奋的去做 学会放松下来 然后给自己充电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很简短的时间内 给大家叙售这本书 这本书本身写得非常的好 每一个章节 每一句话都是用非常优美的语言 描述出来的 那每一次我自己读 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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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